好, 可兒, 你回來見我 我已經很開心了 怎麼每次回來都要買這麼多東西 這些東西是你以前做得最多給我吃的 現在買不到你這件事是應該的 可兒, 你現在跟以前整個都變了 那好嗎? 當然好, 我看了十幾年 都是看你現在這麼開朗 是不是對你好? 好 那就快點要一個寶寶 阿偉三十歲了, 應該做爸爸了 有沒有計劃一下什麼時候要一個寶寶? 難道你已經懷孕了? 我還沒跟阿偉家人說 這麼開心的事 為什麼不快點告訴他們? 媽媽, 我們已經結婚一個月了 結婚一個月不可以有新紀嗎? 可兒, 你老老實告訴我 你究竟有了多少個月 所以你怕會被人笑嗎? 你第一個就笑我了 我笑你怕是多餘的 反正你現在還沒看過肚子 一個月的肚子和兩個月的肚子 沒有人會分 你告訴他們, 剛剛有了一個月就行了 至非到時候那個寶寶 九個月就出生了 傻丫頭 早產三、兩個星期是很平常的事 直到寶寶出生的時候 人人都顧著他開心 誰這麼有空去計劃 你懷孕了多少個月, 是不是? 送給我兒子見面禮 傻子, 你嫂子現在只有一個月 我知道, 但我怎麼知道我兒子出生的時候 我會變成大學能否拿到假 所以是預早送訂, 阿公吧? 阿公, 想得到 好, 那我代表我兒子多謝你 可兒, 你這個玩偶看就好了 你千萬不要日對夜對 為甚麼? 你看那個玩偶, 黑鼓勒掘的 你說看得多比三個兒子出來 一模一樣的 你也不知道認不認自己是爸爸 你也不知道, 看得多好 阿偉, 可兒就今時不同往日了 以後你們每晚都要回來吃飯 為甚麼? 為甚麼? 當然, 如果懷孕了兒子 我怕你吃錯東西 是呀… 是呀… 阿偉是弱製司 難道甚麼對胎好 甚麼對胎不好, 他不曉得嗎? 看媽媽那種緊張法 比大家姐生得仔的時候更緊張 是呀… 那當然了, 生內孫 總是比生外孫更緊張 是呀… 而且他們這一胎是長子的孫 鄉下還要燒炮獎 照樣不成功 可兒, 你千萬不要碰冷針 如果碰冷針 我怕你的寶寶會破傷 那我看看 看看 沒有冷針, 教不了你織 織冷針什麼時候都織了 其實我有些事想問你 甚麼? 為甚麼連我也沒了? 有些事說是一人計短, 二人計長 你說甚麼? 今天早上陸姑娘見過我 她說你有了寶寶 可兒, 記住不要碰冷針, 知道嗎? 知道了, 我沒碰 阿芳, 這裡說話不方便 不如這樣吧 明天吃飯的時間 請問我的診所留下等你 這衣服多漂亮 對了, 你跟阿芳學穿衣服怎麼樣? 他答應過 只有一件送給我們寶寶仔 是嗎?你這個妹妹 有時候很殘忌 這件事也挺溫柔 阿芳和阿芳怎麼樣? 有沒有心氣結婚? 怎麼了?阿芳想叫我試探嗎? 不是, 我自己想知道而已 可以嗎? 行, 其實我已經比阿芳幾個老脈 他怎麼樣? 沒有, 笑話沒有回答我 我看他也九成九 你猜阿芳知道阿芳跟阿芳走過嗎? 阿芳哪有跟阿芳走過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阿芳只是一天前著阿芳 我看他們倆根本連拖手也沒試過 你打算怎麼樣? 我不知道, 很混亂 那你准不准把這件事告訴阿芳? 發燒嗎?他有甚麼資格 阿芳不准把這件事告訴阿芳 我跟他一點感情都沒有 那就可以了 現在你面對的只有一個阿芳 我贊成你跟他坦白一點 告訴他, 我跟別人有孩子嗎? 阿芳應該體諒你 我聽阿芳說 阿芳對你的感情很穩定 你也知道了 就是這樣, 我才覺得冒險 在這個時候你一定要拼拼 你拼拼還有一半機會可以贏 如果你不拼拼的話 就注定你這輩子 都為了一個你不喜歡的人 而放棄了你喜歡的人 你不喜歡, 要看起來 面對現實一點 Banina有張卡寶寶 它不錯吧? 為甚麼你這麼問? 你們沒有通消息嗎? 我們大家都這麼忙 難怪信裡的口吻這麼客氣 讓我還一場高興 讓阿欣開心 這麼快得回媽媽照顧 究竟這兩個搞得怎麼樣? 沒什麼怎麼樣? 我們發覺大家都不了解 你不說, 憑作蛛絲馬跡 我都知道了 你是為了邱姑娘, 是不是? 信芳跟欣欣相處得這麼好 而且我發覺信芳事實上是比較適合我 那你的意思是打算跟她結婚嗎? 也是時候說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別人還沒結過婚 而且你又長了他十幾年 你跟麥莉娜分開兩個多月 你有沒有想清楚? 我喝了醫生的醫務索 是 是, 醫生明天去澳洲開醫學會議 是, 你早上今天來吧 你住在哪裡? 那也不是很遠, 一個多小時 醫生等到六點半, 好嗎? 是, 謝謝 不用了, 謝謝, 再見 怎麼你不今天去澳洲一起玩呢? 他去澳洲開會而已, 必須有時間去玩 你呀, 口越來越密實了 是否他已經知道我那件事了? 別說這種煩的事了 是煩的就快刀斬亂麻 都說那裡我嫂子試過很穩陣 不過... 不過甚麼? 又不夠膽說? 不是說甚麼, 這麼大件事 你瞞了他多久? 除非你沒有下文 要不然他一定知道 但是... 我幫你答應了病人等到六點半 沒問題吧? 沒問題, 請問我跟Ko姐去... 我有件事 甚麼事? 你先說 剛才我跟Ko姐的時間 關於我們倆的事 我跟她說, 說我們打算結婚 我當然希望越快越好 那幾天我去開會 你和你媽媽商量一下 甚麼事? 我沒事 我想是冷親 我吃東西就沒事了 小心點 我幫你叫病人 好, 謝謝 好, 謝謝 樓上的火人, 零鬼是黑心的 把垃圾桶放在這裡 垃圾桶是生瘦的, 當然是流水 把垃圾桶流到四處都是 對, 你說了, 地上有甚麼辦法不起跡 不關樓上的葉太太的事 今天早上我去買菜 那個葉太太就跟我說 不知道誰那麼保功德 每天都把垃圾桶放在這裡 是嗎? 說起來, 你真是本事 我在這裡住了大半年 樓上樓下姓甚麼我完全不知道 怎麼回事呢? 怎麼回事呢?我這個人很白 以前在鄉下人人都這樣說我 我簡直是從村頭就白到村尾 旁邊村, 姓甚麼名甚麼 我都知道了, 我就是白白婆 那也別這麼說, 你很勤勵 我時出七日入, 都看你總是不停手 勤勵, 他們也沒甚麼給我做 一天最多都是煮三餐 對了, 你的先生那裡請人嗎? 我不知道 對了, 你想找工作做嗎? 不是, 我有個香味 想說放下師兄氣 找些住家工打一下 洗洗燙燙, 或者煮飯 走走走走都做得來的 他跟我差不多 他就想說找些錢 幫補一下, 氣氛在鄉下 那就容易了, 就去找工作做 不過他又不在別人那裡過夜 那也沒所謂的 叫他做終點旅容 如果是快手一點, 做紀蛇 一個月閒閒地 找二千多元一個月 這麼好找的? 對 麻煩你, 你替他留意一下 這樣就行, 我有很多朋友 都想找終點旅容 那你帶著他, 麻煩你, 謝謝 別這麼說, 只是多嘴巴 已經乾淨了 對, 應該用地拖拖拖拖拖就行了 不用了, 讓我拿出來 大家一起做很快就搞定 我拿地拖出來 好… 小姐, 我回報館了 你記得問一下, 阿光有沒有消息 記得 那個廣告登了這麼久 阿光沒說看不到 難道…我真的不敢想了 你放心吧, 很快就有消息了 阿光, 你看他坦白了嗎? 很麻煩, 沒法子能開口 阿光不知道你有事嗎? 他這麼大頭欺負, 他想結婚 那就更加要坦白 這種事人不瞞得 他不想說他去澳洲 我想趁他去澳洲的時候 把孩子留下了 你真的不要這麼做 我看阿光, 他也不會是這麼小器的人 他又結過婚, 又有個女兒 而且這個孩子又不是你自己想要的 你想也不要想 你明白嗎?就算他不介意 我想我不可以面對寶寶 我沒有辦法疼他 我一看到他 我不想一輩子記住那件事 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 但這個小孩子是沒有罪 而且又是你的骨肉 我想我一輩子都會很討厭他 為甚麼要他出來受罪? 阿光, 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話 你跟我說, 我陪你去 記得, 一定要告訴我 我知道 我知道你能考到校威兒大學 不過有很多時間 你可以看我這件事的 我特地給朋友拿的 是大學章程, 快看吧 這件事前面已經讀去年了 小太太 這些全部都是菲律賓的大學 他代表哥在菲律賓讀牙醫 聽說在英國讀回來也差不多 不過費用方面便宜很多 真的讀過 照阿基的身材高度 他做牙醫最標準的 甚麼做牙醫有標準高度? 有, 你不知道嗎? 做牙醫經常把腰臀做事 如果太高就很辛苦 就像阿基的身材最好, 最標準, 最適合 做牙醫你別騷擾我 遇到人家有口臭的 被他供餐死了 叫他合起來又不是 這樣, 不錯 你做會計, 會計師 會計? 我看見數目字很麻煩 而且我不喜歡坐寫字樓 那…不如這樣吧, 當然要做工程師 要做工程師 有感覺嗎? 會計數目的 行, 要做工程師 好, 行, 有啤好, 要做工程師 很討厭, 文華年輩是做護士 到時候他做護士 你做醫生兩個就拍硬檔, 是不是? 弟弟, 做醫生, 濟世為懷 你沒理由不選醫科 我用甚麼理由?現在我讀書 是呀 是不是我喜歡讀哪一科就讀哪一科? 是... 少太太, 你不如叫你女兒讀醫科 我讀男護士陪她 男人做護士有甚麼好呢? 先打個電話 去吧 奶奶, 收拖了沒有?能吃飯嗎? 少太太, 你不如叫我讀政治 待會我做港督就回來 少太太, 其實進大學讀哪一系 最重要是講興趣 還有考慮一下自己的成績如何 要不然你申請也未必收你 我知道, 我是比較多事的 好, 不妨礙你吃飯了 二汶, 走 再見 慢慢走, 慢慢走 慢慢走 不送了 我還沒見過這麼緊張 你知道了, 奶奶當眼鏡是女婿 你也是的 甚麼? 看著阿基一整晚被人吃飯 你也不出口幫幫忙 我要說, 我也要跟阿基說 我現在真的但是阿基慘了 未來我沒有這麼多聲氣 阿基那件事你反而不用擔心 過幾年來可能淡了也不一定 現在最擔心的是阿芳 阿芳?阿芳不用擔心他 我看他跟老麥早晚都拉起來了 先洗澡 媽媽跟你說過甚麼? 說甚麼?他們兩個想結婚嗎? 阿芳不想這麼早被人知道 你知道奶奶的, 她也不喜歡阿芽 我看有機會真的要開道媽媽才行 送給你的 謝謝, 怎麼好意思呢?坐吧 坐吧, 坐吧 好 忠哥, 今天這麼空 多此一問, 星期日沒空, 何時有空 張先生, 喝茶 謝謝 別客氣 那個阿芳在房裡也不知道做甚麼 星期日多數沒有去街, 只是看小說 怎麼樣?酒店進行得順利嗎? 有心, 第一步算是十分順利 你約了哪有人去街? 某天去了澳洲 總之我就是約了人去街 媽媽, 麻煩你以後就馬爾做完 這些雞仔也沒人了 為甚麼人尷尬得死? 你跟阿芳逛街有甚麼所謂 你又沒人答應阿麥? 答應了甚麼? 結婚了 你又知道, 我還沒知道 阿偉告訴我 你阿偉現在結婚就生性了 知道媽媽掛心, 有甚麼事都告訴媽媽 好了...麻煩你別管我 我免得跟你吵, 外面有人 來...你這種脾氣是媽媽才值得你 沒理耐性, 做人填房 欣欣也這麼大... 夠了...我出去 你別這麼大聲, 別聽 我左手左腳 不要煩脾氣 你怎麼樣? 以你的性格, 為甚麼不考慮旅遊業呢? 做大街嗎? 不是, 酒店管理也算是一門 十分專業性的行業 是呀, 尤其是香港這個環境 不優出路 那我要快點補封信過去才行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轉讀酒店管理 阿芳, 來了 丘小姐 隨便坐 對不起, 我約了人, 要出去 我也要走了, 我送你了 再見 再見 有空來坐 好 你約了朋友去哪裡等? 我送你一程 不是呀, 怕麻煩而已 殺了我便上去了 那有沒有興趣看電影? 好, 不過搞不及看兩半了 那不如先關一半吧 進來 爸爸, 阿芳發夫妻 收藏了東西, 不在我家裡住 甚麼?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阿芳, 有事慢慢說吧 為甚麼這麼緊張?我打算橫店放假 去家裡住幾天而已 幸好沒有心臟病 他鬆弄一下也好 不然有甚麼事解決不來 就算是有, 我自己也會想 我這麼大個人 又是… 放生在貼士上, 自己嚇自己 他只是出去住的, 去到街上 不斷說 他肯定會生氣我 哭嗦他跟阿麥那些事 那以後再說一句吧 我不能忍耐 擺個友中在這裡比阿麥 他又不理人 有好轉了, 下午你不行嗎? 這些事慢慢來, 你不能急 他肯定會生氣 但是他肯定要結婚 結婚? 說不定了, 說不定是這樣的 甚麼? 阿芳, 開始覺得友中不錯 所以他現在面對一個重大的選擇 一想好, 以後就不用我們擔心了 那天保佑, 保佑一方 待遇一方清清清醒等 千萬要選友中… 來… 那我要跟你穿 你這樣做法很容易相胎 行了, 奶, 你先坐下 來, 先吃早餐, 先關掉它 來, 一起吃 坐吧, 奶奶 其實你應該請一個終點工人 做頭做尾 我在找的 喝茶吧, 奶奶 辣椒, 你吃吧 吃吧, 很新鮮的 阿芳去了杜甲屋住 我知道 他有沒有跟你說起甚麼? 說說有鐘 有鐘?他這個人不錯 不過很少聽到阿芳看著他 其實他是應該跟他走的 如果嫁到阿芳, 欣欣都這麼大 將來有起甚麼事有甚麼好 奶奶, 其實欣欣和阿芳 大家相處得不錯 偶爾見面當然好 將來如果結婚 吵架離婚就不好 你知道了, 男人如果有本事 結幾次婚都不會有人說閒話 女人就很難說了 那真的要保養我生個兒子才行 你進來這裡 奶奶和阿芳都不知多開心 以為你改變了主意 對張友忠有好感 其實張友忠這個人也不錯 不過他出現得不合適 算他不夠運 我不夠運阿珍 我想如果他知道我的事 就不會像家庭我一樣 不如這樣吧, 打個電報給阿芽 也比我跟他親口說好 我還是先下了 那裡陸姑娘我嫂子試過 說很穩陣, 沒有人 甚麼時候去? 約了明天 好…謝謝你 阿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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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的意見非常好, 你不會反對的 不是說反對, 贊成 我的稿已經出了一時不出一時了 是這樣的 最近有些讀者寫上來投訴 預先沒有告訴你 投訴甚麼 經爺, 你包教營的貼士都掉了 貼士有十種嗎? 是呀, 賭仔是姓賴的, 沒他收的 所以包教營的貼士就暫時停下 甚麼?連稿也不用寫嗎? 我去那邊試白芝生水? 那倒不是 阿生時時有事請教你的 既然這樣, 索正是阿生坐正 所謂明正言訊, 別為他綁手綁腳 經爺 你不用這麼為難 我教了他接班人 功成身腿, 沒甚麼遺憾 就這樣吧 經爺... 不用辭職這麼麻煩, 再見 經爺, 你不是走得這麼快嗎? 又怎麼樣? 經爺, 我們同事這麼多年 別為這些小事傷了感情 你有空搖個電話來 約一下碳茶, 喝兩杯 這裡人人都很懷念你 當然了 你有空, 儘管打電話給我 我有空的, 也不會說托手生的 阿生, 你也不會累到京爺 臨老也沒一口好吃 就是了 穿不穿京爺的孫女, 公布施仇 沒有這種風度 你別這麼說 沒有, 其實阿生是最多人 坐正就早就應該了 阿生, 努力做好一點給老總看 不要丟我架 經爺, 其實很多事都要你照顧 給你信心 說了辭職就辭職 經爺, 甚麼是辭職? 坐了二十多年, 轉換一下環境 經爺, 那你幹甚麼? 還沒想過, 不用急的 怎麼樣?你怕我沒辦法嗎? 經爺, 你等那份查文說過 現在有消息了 你是… 小星陽, 楊勇 我跟阿光一同下來的 我想多看見阿光的數字 好, 請你一會兒 … 她說要做地盤, 我也勸她不要 她也不做粗重的事 她眼睛又不好 你怎麼了?又不是等著她寄錢回來 做了三天就搭下來, 當場就處理 那時候她下來也不夠兩星期 所以我們不敢說她知道 是… 平… 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是我叫他下去 是我叫他去送死 阿紀美瑟姐,我沒有結束難逃 很可憐,真是可憐 為甚麼要叫他去送死 是我命 是我命 你沒事吧? 沒事 睡吧… 阿細姐他… 他開口夢而已,沒事的 睡吧… 我會兒子 是 我給你 那誰?姜太介紹我來的 我姓陳 請來 謝謝, 不行 不要坐 你先坐一會, 到我會叫你 吃了一會兒的淨劑 謝謝 不用了 怎麼樣? 你先坐一會兒, 就快就可以了 你先坐一會兒 很辛苦, 先坐一會兒 來, 坐一會兒 沒事 你回家要休息一下, 別馬上上班 沒事就好了 不然小的出來就慘了 畢竟是一條人命 我已經五個孩子了 生了出來沒法發養才這麼做 畢竟是自己的骨肉, 誰想的? 小姐, 到你了, 跟我進來 小姐, 到你了 我不做了 一切都是這樣安排的 關於告語呼求場的問題 就讓我們開會才決定 最好能夠在你兩三天內決定 因為工程那方面... 我明白的 我們現在做事都很講求效率了 poder太晚才見 家庭小姐 你才出事沒有幫忙 這麼巧 cùng朋友來吃飯而已 聊聊生意上的事 對了, 你 cùng朋友來玩嗎 是啊, 還安排幾天 不妨礙你們了 打你做到經理又怎麼樣? 男人始終是男人 一定要做些大文大路的事 這樣才可以成大戲 酒店館這不簡單 社交很多專門學問 總之我不管那麼多 你幫我勸一下他吧 我認為最好去菲律賓讀牙醫 我的表外山在那邊 你說張華爹去了 他可以照顧一下他 那不錯吧? 是,學牙醫是好 那就好 那些成績不符合牙醫 還是定其自然 是的 他的興趣不是那個方面 硬來,讀得很辛苦 媽媽,我跟阿基看電影 看甚麼?別去,我快要考試了 我下個星期才考 你真沒用 以前你不是這麼沒心機讀書 現在只顧著去街去街 去吧…給心機,去到夠了 我回去了 就這樣,我回去了 好… 你回去讀書 考不到十個八個A 又入了我的數目了 這麼大還有甚麼不起 甚麼不起 不是嗎?我不讀阿姨就沒有前途 我們早晚玩完了 誰說的? 阿姨,阿姨,阿姨 阿姨,阿姨 阿姨,阿姨 算了…她媽媽也瘋了 她太太緊張了 人家關心你 不過如果有這種親戚 真的挺難相遇的 尤其是你,一招牛頸 你別叫親戚 現在要不要女兒也成問題 香港這麼多人,你有沒有 這麼快要看外母拿著臉 已經跟你愛了 你別胡說 說話,如果你不喜歡人 你就不要跟人家走 累死人了,你這麼兒戲 丘小姐,這麼巧 是,你住在這裡嗎? 是,我是這裡的會員 偶爾進來住住 你住在哪裡? 你旁邊那座而已 現在去吃飯了? 是啊,你呢? 也是,一起去吧 你有朋友,方不方便? 我一個人而已 是不是怎麼會變一些招待 我已經不得很清楚 你怎麼會不見 是你一片正面 當時罪惑 為何我經止有數 難再找到一個 又恨你被我索 愛的經事 還生我嗎? 你先生我嗎? 你媽媽這麼多娛娛, 我很難受的 到底你喜不喜歡我獨酒店管你? 我只是隨口說而已 媽媽怎麼這麼認真的? 現在大嫂已經在外面了, 怎麼辦? 一天叫媽媽進來 別這麼隨口說 怎麼樣? 媽媽, 你進一進來房間 怎麼了? 榮明說有話跟你說, 你進一進去 大嫂, 你隨便坐吧 媽媽, 坐吧 怎麼樣?怕太太不幫忙嗎? 不是, 不過她一向做報館的 我那裡是電子廠 管人事而已, 只是一樣的 大廠裡面有很多老臣子 老臣子怎麼能及得自己人呢? 當初是你叫我替你找人的 我已經跟他們說好了 快樂流傳載 不要緊張 你沒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 你不要緊張 你不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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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我怎麼可以幫忙